年轻小孩 年轻小孩真的有够脆心 台中市有一个男的 他是不想工作 懒得工作 还是有什么样的理由呢 他要请五天的假 好了 你请病假 请试驾 没有哦 他请桑架 他去年九月呢 就跟公司撒谎说 妈妈得了癌症 身亡 过世了 还跑去伪造了妈妈的死亡证明 让他请假成功了 好了 这事情过后呢 这个他的妈妈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 医院跟他讲说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健保都已经被退保了 妈妈当场气得不得了 台中地检署呢 依照伪造这个文书罪 将这个儿子给起诉了 只是因为上班太累 想请假休息 一名张姓男子看到网路上 有中国医药大学附册医院的 空白死亡证明书 上面已经有病例号码 死亡证明书字号 就连医院大印 喊医师签章都有 竟然异想天开 将母亲名字 死亡时间地点填上去 向公司请桑架五天 居然请假成功 然后死亡证明书 他是如果是照这个原因的话 应该是违照的 是不是有跟医院的医师 这样 还是说他自己去上网下载 那个说明书 很多种方式都可以去违照 这个死亡证明书 男子事发后离职 公司以死亡证明书 向中央健保局办理退保 不料是去年11月间 男子母亲到中国医药大学 附设医院看病拿药 医院刷健保卡时 发现张母遭通报已死亡 健保已退保 张母当场气愤大骂 对 他这张证明书是 伪造中国医药学的名义 所开设的 所以中国医药学并没有开出 这样的一个死亡证明书 51岁的男子母亲 罹患淋巴癌 需定期回诊拿药 但病情稳定 后来已经成功恢复健保资格 台中地检署 依照伪造斯文书罪起诉 虽然男子母亲表示 愿意原谅儿子 但检察官认为 男子犯行不仅伤害母亲权益 连医院也受到损害 无法给予还起诉 张姓男子将面临 5年以下徒刑 中日新闻蔡佩家 台中采访报道